那么我们都请梁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梁教授 好 谢谢您 好 大家 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啊 大年事务已过 明天是大年时期了 现在呢 很多人都在返城的路上 那么我想听您的看法 这这场返城 它会对抗击疫情产生多大的压力 很多人担心 它会造成疫情的进一步爆发 这种担心 是有道理的吗 是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 就在传说就是 过年以后返城的人多 会不会应该第二个高峰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在湖北地区啊 可以说全民地在进行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 昨天我刚看到 就是在湖南 把所有的疑似病例要进行全面排查 所以这样以后 大家想一想 排查以后 基本上如果是阳性的 还是可疑的 就地可能就隔离治疗 它不可能把这些人再放出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经过这个疫情以后 大家的自我 这个监察能力非常增强 比如说 我到底发伤了没有 我到底有没有呼吸道症状 咳嗽啊 发伤啊 疲乏啊 等等这些症状 如果有这些症状以后 可能就及时的就去就医了 这样一来 大家想一想 经过全面的排查 大部分的病人 或者是疑似病人 就就地隔离治疗了 所以他出来的机会 几乎是很少了 第二个就是 大家意识增强以后 大家有病了 就主动的就去医院了 所以这样反成 这样一来 就是反成的人员当中 这种得病害疑似的 什么这样的病例 可能相对是非常非常少了 即使有 也是非常少 就是说 就是第一 就是在处于潜伏期 还是不知道的时候 但是呢 经过咱们湖南 湖北这些 全部的对着医疗病的排查 我想这样漏网的人 应该性比较少 当然是一个两个 十个八个有没有 可能也是有 但是不会太多 所以造成第二次 就是疫情大扩散 甚至我认为 这种概率几乎是没有的 是啊 Sache exemplo уска 瞧 却 ерм� 吗 普通 叫